台大醫院急診室搭起零食貨櫃屋 醫護人員忙翻天 等著來快篩的民眾急滿山檢站 醫護大喊吃不消 普光專責病房 每名護理師照護的病人量 比去年疫情最嚴重時多了兩到三倍 儘管醫院才降載的方式營運 人不得不照回正在隔離的同仁投入前線 如果是快篩陰性的話 是可以提前翻工的 有些單位已經是在這樣子的執行 就可以看到是說 臨床的狀況是多麼的嚴峻 自五日起居家隔離 自主防疫與自主健康管理的醫療人員 都被要求以篩代格 只要快篩陰性都必須回到醫院工作 超過十名的醫護同仁確診 但是來診量卻是平常的兩倍 以上而且目前完全沒有改善的吉祥 貨櫃屋的兩名護理師 必須要負擔一百名病人的照顧的事宜 臺大醫院的院方事實上已經有回應 就是說他們並沒有看到有這個 兩個護理師照顧一百人這樣的一個情形 院內進行一些人力的調度 必要的時候可以將這個居隔的醫護人員 使這個工作的需要來提前照回 以這個篩檢的方式來適度的進行工作 院方表示哪個單位有狀況 都可以請求護理師調節人力 緊急召回醫事人員也都是根據規定去處理 詢問提前返工也會尊重醫院 不願的人請假即可 醫療需求持續攀升 醫護人員也紛紛確診 還得面對接種而來的病患 巨大壓力下吐露 無奈行聲 TVBS新聞 李國正宏怡一台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